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看到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今天上午针对宏基研究计划抄袭遗云召开的记者会 他花了40多分钟来说明研究计划应用成果与证据 怒红对手是胡说八道 而委任律师陈丽玲更是具体来说明保密条款具有约束力 任意公开恐怕涉及刑者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深陷宏基研究计划抄袭遗云 今天召开记者会一次说分明 他首先公开与农委会签订合约中的保密条款 怒批对手胡说八道 这上面有保密结束的期限吗 没有甚至研发成果不能公开给外面的人 研发成果当然是计划结束以后才有完整的计划成果 对不对 怎么可能计划结束就没有保密呢 所以这又是乱说胡说八道 张善政今天公开三本一千多页的报告书 他说这不是全部 他今天将正式发函要求农委会公开所有的建议书 里头涵盖预算分配 就可以了解经费的使用 张善政痛批农委会成为民进党选举的打手 他更进一步说明计划是在陈水扁任内 苏家全时代完成审查当时规划了农业资讯系统 才有利于耳后的生产履历等开发计划 对台湾农业有一定的贡献 只可惜部分计划未往下推动 否则将可以对产销失衡带来提醒的作用 我们当年就已经开发了一个系统的基础 说你再引进一些新的技术 有办法去做到预计 有没有问题 你现在没有买不到鸡蛋 你几个月前你的带机的数量到底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说过几个月你会缺带 这种事情是可以预计的 没有做 张善政花了40多分钟 说明研究计划的应用与证据 他更公布洪基创办人黄少华对他正面的评价 他最后重申 这是研究计划不是学术论文 谴责对手一再使出选举奥部 会后委任律师陈丽玲具体说明 保密条款具有约束力 任意公开恐怕涉及行则 农委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 我们认为应该可以解密了 我们才提出今天的记者会 否则的话我们要被处于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所以保密义务在所有的企业界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郑运鹏 事后透过立委黄世杰表示 认为张善政的记者会自吹自磊态度高傲 毫无悔过道歉之意 希望农委会紧速公开资讯 给社会大众共同来检验 我们在一起是否则可以解决 我们在一起是否则办 注农会导致 现在我们要失望 大众集团 我们在一起是否则 我们在一起是否则